標準一型飛彈發射海軍張千艦 出版前作戰之外 一類分擔區域任務的責任區 就包括澎湖 但這個月十一號 當中共海軍立水艦 出現在澎湖七美以西海域張千艦 抵近例行監控 卻聽到陸艦廣播 在我澎湖海域被提醒 注意安全距離 國防部呼籲陸方不要挑釁 國軍不是在台海區域的 一個麻煩製造者 我們也不會去做 任何的挑釁的行動 也不希望敵人利用 這一類的訊息 來形成任何的 認知作戰的一個機會 我一定先信 對台防衛施加壓力 是意料中的事情 不過同樣在台海周邊 如今舊外媒引用匿名人事消息 指出上個月台美雙方 在西太平洋低調進行演習 雙方派出六艘海軍艦頂參與 包括巡防艦、補給艦、 目的、演練、通訊補給等基本行動 且為避免遭到其他勢力干預 雙方依照美國海上意外 遭遇準則進行 海軍基本上他們依照一個規定 也就是所謂海上不預期相遇的 一個行動準則 來依照這個規定 來執行一些這個例行的這種操演跟演練 純屬海上不期而遇等的軍方 間接證實這場演習 美方雖未證實卻也沒駁斥 其他有資 TVBS新聞最終協會 台北報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